嗨,大家好,我是坦平叔,带着这家真正的中国 今天是2023年12月22号 这一期啊,咱们继续聊聊俄罗斯入侵乌克兰 看看乌克兰战场上又有什么变化 根据乌军总参谋部披露啊 俄军在哈尔松州地利伯和东岸疯狂反扑 军被乌军击退 周三,乌军挡住了俄军29次进攻 一整天,俄军发动了5次导弹袭击 31次空袭和53次多广火箭炮袭击 乌军战机袭击了16个俄军人员 装备和防空导弹系统的集结区 乌克兰防空系统还拦截了一枚俄军发射的匕首制导导弹 乌军火箭部队击中了两个俄军人员 与武器装备的集结区以及六门火炮 南方作战司令部发言人胡美纽克 昨晚介绍说啊 我们正尽可能的摧毁俄罗斯的装备力量 例如昨天俄军在哈尔松地区的三套 飓风多广火箭炮系统被摧毁 双方主要打击对方的炮兵阵地 还有火炮系统 乌军地面部队司令部声称 目前巴赫普特方向有6万2000名俄罗斯军人 这一地区俄军数量并没有减少 而且正在增加储备以补充损失 俄军的损失很严重 乌军在巴赫普特方向积极防御 在过去的一天里击退了俄军6次进攻 消灭俄军135人 在巴赫普特方向 俄军部署了散兵海军录弹队 以及有前囚犯组成的Z突击部队和V突击部队 向乌军施加压力 俄军正试图向扎西夫亚镇推进 在敦涅茨克州俄军还试图在伯赫达尼夫卡 伊万尼夫斯基克里斯齐夫卡 安德利夫卡地区推进 大家可以看这个视频 这个是在阿夫迪夫卡前线 俄军出发前进行战前祷告 这个战前祷告 祈求保佑他们能够冲到乌军的阵地跟前 因为现在天气非常恶劣 不仅他们缺少必要的装甲车 他还缺少补给 所以对进攻的一方尤其是俄军 那是十分不利 目前在阿夫迪夫卡 俄军正在突破乌军的侧翼防御 在进攻行动前 该地区已经进行了数天的炮火准备 俄军对这个地区进行狂轰烂炸 现在是组织这些俄军肉秃 俄军正在向塞维尔诺耶 托连科西方向推进 同时向西涅塔洛沃地区展开突击 这个俄军不计代价 在仅有29平方公里的阿夫迪夫卡小镇 进行疯狂的攻击 已经丢失 损失掉1.6万人的俄军生命 还损失了600辆坦克和装甲车 乌克兰军事管理局局长巴拉巴斯说 在明年3月举行的俄罗斯总统宪举之前 俄军无法夺取该阵 乌军目前作战方程是减少损失 多尖敌并司机推进 总之在阿夫迪夫卡镇 乌军是以保存实力为主 减少自己的损失 加大俄方的损失 12月20日 俄罗斯国防部发布视频显示 俄罗斯南方集团军的T-80坦克组 打击了巴赫木特方线的乌军观察哨和掩体 此前据俄罗斯国防部发布的消息 西部集团军炮兵部队122毫米的榴弹炮部队 在库皮扬斯克地区执行任务 打击了设有伪装的乌军据点和指挥所 现在俄罗斯国防部定期会发布一些小视频 主要是用于宣传 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 在乌军的F-16到达战场之前 俄军要抓紧时间表演 否则等到F-16到了乌克兰战场 他们就没有表演的机会了 2023年12月21日夜间 俄罗斯占领者用沙赫德型无人机 从三个方向发起攻击 被占领的克里米亚 俄罗斯联邦的滨海边疆区和阿赫塔尔斯克 库尔斯克 共记录了35次沙赫德136无人机的发射 在12月20日20点至12月21日3点之间的 不同时间分拨攻击 乌克兰空军和国防军的战术航空兵 防空导弹部队和机动火力大队 参与了击退空气的行动 当晚天空保卫者在各个方向 成功击落敌方35架无人机中的34架 这个俄罗斯无人机又是白忙活 今天下午15点左右 就是21号下午15点左右 克制半岛上空出现多次爆炸 克里米亚大桥的交通被暂停 俄罗斯国防部通报称 一枚导弹在亚索海上空被摧毁 事发前不久 一架美国波音P8海神侦察机出现在黑海地区 这个波音的P8海神侦察机到哪里 哪里接到HR呀 它是先头部队呀 俄罗斯在克里米亚的太空通讯中心遭到袭击 据称俄罗斯空天军升空通讯中心 于12月20日上午在被占领的克里米亚遭到袭击 根据俄罗斯独立社交媒体频道消息来源 针对位于克里米亚的太空通讯中心的袭击 发生在20日凌晨5点初步信息表明 这次袭击是使用风暴运营导弹进行的 这什么意思呢 就是俄罗斯在2016年就在被占领的克里米亚 部署新的太空控制系统 俄罗斯空天军太空室舍军 副司令安德烈伊瓦什纳特别指出了这一点 伊瓦什纳表示这些系统相对于现有的空间控制设备的主要优势 在于它们是建立在新的组建基础上的 这使得其作战能力比前几代系统提高许多 随着新系统的投入使用 俄罗斯空天军将能够在所有轻角和最大高度范围内持续监测近地空间 伊瓦什纳说道 什么意思呢 就这个俄罗斯七八年前在克里米亚部署的太空通信中心被乌军摧毁 这个损失惨重啊 丹地人报告至少有三枚远程导弹击中了该通讯设施 乌克兰对克里米亚境内的俄罗斯军事资产的每次成功打击都会使俄罗斯黑海舰队对该地区的控制越来越松动 他迫使俄罗斯海军撤退并重新部署其海军舰顶信号撤士和总部离开半岛并返回俄罗斯 说到这个克里米亚克里米亚大桥还有黑海 这个普京啊 七月份他拒绝延长黑海粮食协议 根据该协议啊 乌克兰可以出口产品横跨黑海 普京希望剥夺他入侵的国家这一重要的出口渠道和外汇收入流入 对包括多瑙河在内的港口的轰炸 本应破坏乌克兰的基础设施能力 但三个月后没有回头看莫斯科组织了一条新的走栏 出口超过了粮食交易期间的供应量 乌克兰基础设施部部长亚历山大库布拉科夫表示 自九月中旬以来新走栏302沿线已向24个国家运送了1000万吨货物 这一数量一半是农产品 金属和其他原材料也被运往国外 这个俄罗斯人呢 他的黑海舰队都已经不敢驶去他的这个新罗西斯克港 都已经从塞瓦斯托宝港撤走了 所以基本上对乌克兰的那个水路 他的威胁啊小得多 换种说法就是 俄罗斯黑海舰队已经没有办法完成 对乌克兰水路润输的封锁 已经没有这个实力啊 美国驻乌克兰大使说 迄今为止已有305艘船只通过黑海人道主义走廊 润输超过1000万吨粮食和其他货物 俄罗斯近期在战争中面临自开战以来 当日最惨烈损失 一天内损失一架战斗机和100多辆坦克和装甲车 当乌克兰开始使用F-16时海牙战略研究中心 分析师梅腾斯强调 就算在黑海东部 这款战机也将令俄罗斯海军战战兢兢 俄罗斯人的好日子很快就要到来 泽勒斯基说 我们非常荣幸的代表 我们全体人民感谢那些勇敢的乌克兰人 他们的名字将永远敏记在我们独立历史中 我们在我们国建立了一个新的传统 这一传统将乌克兰对英雄的感激之情具体化 每一位乌克兰英雄都将从国家获得一套公寓 这也是国家现在能做的最起码的事情 让每个人都感受到并看到乌克兰感激之情 不会仅仅停留在口头上 感谢每一位英雄 感谢每一个养育这样乌克兰人的家庭 这样真正的乌克兰英雄 这个泽勒斯基乌克兰人是下了大本钱 就是每一个乌克兰的英雄 就是牺牲的乌克兰人 国家要免费发一套公寓给他们家 这个比俄罗斯的送一辆拉达 那要实惠多了 送一套住房 泽勒斯基可不是空头支票 因为他有欧盟和美国的援助 这个钱是在哪 这俄罗斯给那些士兵的抚袭金 工资甚至那些安占费 甚至什么拉达都没有办法保证 没有办法保证及时发到 昨天咱们犯了这个一个重庆的小伙 叫赵瑞 他不就在加入了俄罗斯那个雇佣军呢 在乌克兰战场上作战 他的视频里就说了 他们一个联队的尼泊尔雇佣军 就没有拿到工资 这是为什么呢 所以说这个俄军的拖欠工资 拖欠腐吸金 这恐怕不是自虚无有啊 不是空虚来风 俄罗斯联邦总参谋长 特别军事行动总指挥 格拉西莫夫说 今年俄军在特别军事行动区的 主要任务是击退乌军的反攻 该计划是剥夺俄罗斯联邦 通往克里米亚的陆地走廊 乌军计划在反攻后15天内 封锁梅里托宝 继续向亚苏海 马里乌宝和克里米亚边境推进 乌军以巨大损失为代价 在扎波罗日方向 几乎没有取得任何进展 甚至无法攻克 俄军的战术防御区 这个格拉西莫夫 感觉这个早久还没醒呢 扎波罗日前线 离托克马克只有几公里 现在因为天气原因 乌军的进攻停滞下来 随之而来的是美国欧盟 他们援助现在在叫技术性拖延 所以前线乌军的炮火不足 现在是出防御状态 并没有进攻 来年等到春暖化开 乌军继续反攻 格拉西莫夫还说 俄罗斯军队正成功进行积极防御 稳稳地守住 沿整个战斗接触线的边界 在各个方向不断扩大控制区域 敌人不断受到火力打击 使其无法向前推进 他强调 俄罗斯军人在最困难的作战条件下 果敢行动 有效完成下达的任务 格拉西莫夫大将表示 俄武装力量用高精度武器 共击毁近1500个乌克兰军事设施 他补充说 使用高精度武器的成果之一 是大幅间谍了乌克兰军工综合体的产品生产 格拉西莫夫还说 乌克兰没有放弃实施核恐怖袭击的企图 正系统性的 向扎布罗热核电站和埃尼尔戈达市 派出专有爆炸装置的无人机 今年5月,网方挫败了乌克兰一起 破坏列林格勒核电站和加利林核电站输电线路的企图 我们再看看外交以及国际援助 加拿大的罗谢尔防务公司 向乌克兰交付了第1000辆参议员专甲车 立陶宛计划2024年训练3500名乌克兰士兵 2023年立陶宛教官在立陶宛培训了约2900名乌克兰士兵 这是英国和欧盟代表团多国计划的一部分 其中包括基础训练以及特定类型装备的训练和各级指挥官的训练 1600名乌克兰军事人员在立陶宛境内接受了88个不同课程的培训 作为立陶宛与北欧国家参与的一部分炸弹处理专家也接受了培训 明年立陶宛教官将参与对约3500名乌克兰士兵培训 同样是在英国以及立陶宛本土的培训任务 立陶宛为乌克兰武装部队提供的新一批军事援助于2023年12月20日抵达 上周立陶宛交付了数百万发子弹和数千发短程便携式反坦克榴弹发射器弹药以及约1000张折叠床 德国为乌克兰能源基础设施额外拨款8850万欧元 这些资金将增强乌克兰抵御俄罗斯能源基础设施空袭的能力 并为维修备件和变压器和发电机等设备提供资金 日本考虑援助9.5亿美元 用于偿还乌克兰国家预算的紧急和优先需求费用 日本恐怕要紧急提供给乌克兰9.5亿美元 芬兰批准向乌克兰提供1.06亿欧元的援助计划 这是自俄罗斯全面入侵以来 芬兰提供的第21笔援助 使芬兰的军事援助总额达到了约16亿欧元 俄乌战争爆发以来 俄罗斯被欧美冻结的资产多达3000亿美元 英国金融时报称西方正开始谈判讨论 把部分冻结资金援助给乌克兰 乌克兰官员预计每年可以到占至少150亿美元 这件事正在推行 这个事情说了有一段时间了 美西方准备把俄罗斯冻结的资产3000亿美元 全部转交给乌克兰 就当作俄罗斯赔偿的一部分 我们看看这个布林肯是怎么说的 布林肯说 普京已经无法实现他在乌克兰的目标 从地图上把他归入俄罗斯的目标 这是战场上艰难的一年 但是再一次 乌克兰完成了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他们与世界上最强大的军队之一对抗 尽管俄罗斯多次进攻 他们却没有让出任何领土 他们将俄罗斯海军赶出黑海 并开辟了一条走栏 容赎他们的出口粮食 大家看这个视频 这个是前不久在马林卡阵亡的俄军士兵鲁达科夫 这是他在2022年11月26号 在巴塔伊斯克征兵办公室接受记者采访 那这个鲁达科夫是什么人呢 前两天节目咱们介绍了 他就是在马林卡 他们一个十来个人的小组 突击小队 结果进入了乌军的包围圈 整个的全军覆没 临死之前 这个鲁达科夫 他在墙上下了他的遗愿 就是说找到我尸体的人 请照顾好我的母亲兄弟姐妹 当然他是要让人家转达给政府 俄罗斯政府 要安排照顾好他的亲人 那么这个视频 是鲁达科夫 刚应征入伍的时候 接受记者采访 他说我们能做什么呢 我们必须保卫祖国 害怕是一回事 但最重要的是克服恐惧 我只为我的家人担心 担心他们如何经历这一切 只如我自己就顺其自然罢 这个真是叫一语成秤了 他没有任何办法 征兵 征到他头上 他只能因征入伍 将生死置之度外 他有什么办法呢 他不去行吗 他只能去 他只是担心他的家人 没有办法接受 他可能要面临生命的威胁 他担心他的家人到时候接受不了 所以啊 在他临死之前 他又在这个墙壁上留下了遗言 一再嘱托俄罗斯政府 照顾他的家人 这个鲁达科夫啊 入伍之后 就加入了第150机动不枪师 第103团 当地时间12月18号 据俄罗斯国防部消息 俄罗斯国防部长烧一股 以下令要求满足俄士兵 鲁达科夫正王前 在马林卡地区一面墙上写下的遗愿 务必照顾好其母亲以及兄弟姐妹 为了普京的面子 为了普京的多吃一口鱼子酱 为了普京不切实际的幻想 像孟茴啊 沙皇 还苏联那个时代 开历史的倒车啊 这个有着众多兄弟姐妹还有母亲的鲁达科夫 就这么成了好才 做了无谓的牺牲 毫无意义 竟然还有大国的人呢 受到蛊惑 跑到俄罗斯当雇佣军 然后也入侵乌克兰 跑到乌克兰领土上 非法作战 最后啊 献出了自己年轻的生命 普京会感动吗 少一股会感动吗 普京和少一股只会吃惊 哪来的好才 还有没有多多益上 最近啊 这个梅特维杰夫啊 可能是因为 俄罗斯总统先举的事啊 受了刺激 所以频繁出来啊 进行这个叫 宣泄情绪式的讲话 首先啊 俄罗斯高官 梅特维杰夫 公开感谢欧盟 表示 正是因为欧盟的一系列制裁 才让俄罗斯的GDP 实现了增长 而未来 很明显的是 随着欧洲在自身经济衰退的情况下 又对俄罗斯实施了 第十二轮制裁的措施 俄罗斯的经济 必然还将继续增长 对于欧盟这方 慷慨相助 梅特维杰夫真是发自内心的感激 至于 俄罗斯的GDP 到底在欧盟 第十二轮制裁之下 是增长了 还是下降了 俄罗斯到底有钱了 还是变富了 还是变穷了 谁疼 谁自己知道 只有普京最知道 这个梅特维杰夫啊 实际上就是拱火交游 不停的刺激欧盟 继续加大对俄罗斯的制裁 不停的加大制裁 总有时候啊 俄罗斯的经济会崩溃 梅特维杰夫的目的就达到了 这个梅特维杰夫啊 他说话是一语双关 横竖他都占便宜 如果欧盟加大制裁力度 那反正受苦的是普京啊 普京做辣 普京现在做得好像火上烤啊 你比如说啊 这个梅特维杰夫 他还提出了 炸毁欧美海底灌篮的想法 他还说啊 即使出现海底灌篮固战 也不能简单的怪罪于俄罗斯 指责俄罗斯的说法是草率的 此外 梅特维杰夫还曾表示 希望英国沉没以及扔核武器 直接打击美国 然而 得如使用战术核武器来打击乌克兰 俄罗斯也存在顾虑 当然 梅特维杰夫的言论 可能只是一种宣泄情绪的方式 而不是实际可行的战略 此类言行 不仅会加剧国际紧战局势 还有可能引发误解和误判 作为俄罗斯的前总统和总理啊 梅特维杰夫 他不可能不知道这一点 那他为什么要这么说呢 实际上还是在报复普京啊 前记者叶卡杰林纳 邓佐瓦啊 要在明年三月的 俄罗斯总统选举中参加竞选 这个邓佐瓦啊 昨天已经去选举委员会 提交正式文件 他在接受俄罗斯媒体采访时说 他呼吁结束乌克兰冲突 呼吁释放包括 纳瓦尔尼在内的政治犯 记者问他 是否认为当局 真的会允许他参选 他说啊 如果根据法律 这是我的权利 而且我有必要的素质 为什么我们还要谈论许可呢 我们只是按照联邦法律 规定的公式 行事 不需要任何人的许可 当然 他也很谨慎 比如避免使用战争 来称呼特别军事行动 他也承认自己很害怕 任何理智的人 迈出这一步 都会感到害怕 但恐惧绝不能获胜 邓佐瓦的困难 是要在1月31日之前 获得30万个签名支持 邓佐瓦为什么感到害怕呢 他不就是害怕中毒吗 普京会让自己的政敌 莫名其妙的中毒 或者是坠楼 或者是死于新南币 梅德维杰夫深知这一点 所以梅德维杰夫 他就不敢参与总统竞选 他不想中毒 好这期节目 咱们就聊到这里 感谢大家收看 如果喜欢我的节目 欢迎订阅转发 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评论 谢谢大家